中共病毒从哪来 美国主流媒体大转弯 前国务卿莱斯6月6日 接受CBS专访 谈言美国很多人与官员 太早否定武汉实验室 泄露病毒的可能性 这是个错误 媒体对此也负有些责任 莱斯建议拜登 首先要承认这一点 另外任内提出泄漏说的蓬佩奥 接受Fox访问回顾 有些官僚在玩政治正确游戏 2003年SARS爆发时 莱斯担任白宫国安顾问 他说遇到与现在同样问题 如果不希望重演 就必须更强势施压中共 例如提交到联合国 CBS主持人问到 无法想象在冷战期间 美国政府会说 苏尔说他们正在处理一切很好 莱斯表示 也许太过于相信中方 他认为川普关闭边境 旅行限制 做法非常恰当 彭佩奥则说 他任内设置调查小组 决心调查到底 希望尽量减少美国与世界的生命损失 新闻台电视张东旭编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